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今天是10月24号 现在是下午的3点02分 首先要来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今天我们的先前在节目上面所提醒所有投资朋友的 以及在Lite上面上个礼拜四就先出报告的股药 1457的宜静 今天我们在这个位置进展后来拉上去 整个创新高 1457的宜静 当然子宫师1413红州 今天是亮灯涨停 今天亮灯涨停非常开心 但是重点是在于什么 在说现阶段来说 我们回归过来 我们回归过来一个重点 什么样的重点 就是说 到今天加权指数 虽然OTC在创了一个盘中 波段新高 借由拉台生计 让OTC的指数创新高 但是大盘加权指数 却陷入了第七天的横盘整理 陷入了第七天横盘整理 今天成交量是上涨了8点 成交量是1111 当然在最近这几天的时间 智营商是有做揭露 当然有些种小型个股又嗨一直活泼了起来 但是我们这边要很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会很诚心的建议各位 你应该要把一些资金分配到那些在低档还没有涨的股票上面 而在低档还没有涨的股票 业绩又已经改善了 那当然会比较大多数会是在落在传产身上 因为毕竟很多电子股都已经涨了很高了 所以在这一点来说 投资朋友你要特别留心跟留意 当然阿翔老师不是说电子股不能住 阿翔老师也有才做电子股 但是我们就资金分配 资产配置的风险性的考量跟控管之下 我们的确在这个时间 其实从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就陆续把一些资金分配到一些 这个还没有涨的 传产股现象 就像你在这几天的时间 你看到阿翔老师在跟各位谈纺织 在lite上面跟各位谈纺织的概念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就筹码的角度来说 很多的传产股 它的筹码是相对于电子股来说 是的确是比较安定的 所以在这边来说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那当然电子股还是有一些可以做 不过就 比较正确的角度 比较合理客观的角度来说 不要太过度的追高 就像这两天 这辆股票非常的热门 3661的四星跟3443的创意 我相信这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在分析在介绍 但是我们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以创意来说 创意我想他先前公布 哇这个这个获利 这个获利的上半年才一点 多块钱 这两块多 然后先前公布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9月份还是8月份的这个这个季度的这个这个获利反而是亏钱 我为什么特别这样提醒呢 因为 你接下来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今天是10月24号 第二个下个月的月初开始要公布10月份的营收 下个月的月初开始 iPhone X要上市 下个月的月初开始 各位说好朋友 11月 月中之前 季报 第3季 陆续会公布 所以各位所有好朋友 有些股票 涨到这样子的位置 我认为 应该去做一个 过度追高的 这种动作 请各位记得 那当然 而且你要去提防另外一个重点 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值的就是 营收看起来亮眼 但是获利却不不不一定会是这么的亮眼的公司 我们举其党个股的例子 2344的华邦店 你会发现最近 怎么整理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这真的算是强势整理吗 就目前来说 你一个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他的确是强势整理 但是这个是真的吗 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 不管是华邦店也好 2337的望宏也是一样 营收第3季的营收都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们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指的是什么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的产业特性的关系 所以产业特性的关系指的就是因为 望宏跟华邦店本身是 Nofresh 主要在Nofresh身上 Nofresh 大家先前一直说 涨价供不应求之类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件事情指的就是 Nofresh再怎么涨价 它的毛利能够带动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有限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它算是一个标准型的记忆体 所以标准型指的就是你搭配在你出新手机或者是出新的这个 这个主机或者是家电里面 固定都会有的 那意思就是标准型的他本身的毛利就不会高 再怎么涨价他到后面毛利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他现在营收很好 有可能第三季的获利并没有像营收这么的旺 所以这一点是要特别先拿出来去提醒头去朋友 但是我们反观过来 我们这时候就要去思考 就回到阿翔老师刚刚所说的 现阶段来说 比起很多的电子股 涨在高高的这样子的位置上 那当然他现阶段还是一个比较热门还是比较强势的跟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上个礼拜阿翔老师已经先提醒了 陆续都有一些资金转到传产股身上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投资朋友你现阶段如果你满手全部都去电子股的朋友 你自己要多要稍微留意一下你的资产配置的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太过度集中 因为阿翔老师以前在法轮圈出生 所以我们会很重视这一块 我们会非常重视这一块 因为毕竟很多的这个传产股他的其实现阶段的位置在这波大盘涨势当中 他几乎是没有涨到 甚至在大盘从九千多点攻到一万多点的过程当中 很多这个传产股他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今年以来是几乎都没有涨到 但是他的营运其实早就已经偷偷的默默的改善 这就阿翔老师所说的被市场忽略的黄金 来我们回过头来 1457的一径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如果我们就周线的角度来看他的周周K的大底部打的是一个非常漂亮 从先前的这个是105年到106年 你会发现这是两年期 亮增 周K大底非常漂亮 能够构成他这样子的展示 或者是 今天虽然有一些串高之后的当充客的卖压 但是这个趋势慢慢是逐渐在形成 大底部在逐渐形成 我们先前跟各位谈到了几个重点 很多的仿制股 或者是有些其他传商股也是一样 我们举 一径的例子来说 以会员朋友操作的例子来说 先前低档已经先上车了 现在 差不多 45% 先前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你会发现 这个营运的状况其实较去年比较起来 其实这个一直 年增本就是像跟去年去做一个比较 是已经有所改善 而营收的有所改善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反映到 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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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利的状况 我们看的主要是来自于第一个部分 是来自于盈益率的部分 你会发现 在今年上半年 他的盈益率表现 是比去年来说 比起先前两几年的时间来说 都已经出现一个改善的这样子的状况 那先前我们在上个礼拜四的时间 上个礼拜四的盘中 我们盘中就发了这个报告 上个礼拜四 那这个先前进场 上个礼拜四的时间 发了在Light上面的这个Light 盘中的报告 我们所谈到了 一定是因为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他改善的原因 获利在今年的获利状况 他能够改善的原因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上中下游的整合 因为他在2015年入股了1413的红州 1413的红州 我们来看 红州的底部也打得非常的漂亮 这是州K线 先前供一波上来 整理了半个月 将近半年的时间 再往上供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再继续往上供 来你来看 如果红州 2015年 今年的获利状况 是 第二季的营业率 其实第一季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善了 然后第二季整个回升上来 然后像是另外 这个4420的 这个光明的部分也是一样 都有出现一个好转的现象 都有出现好转的现象 这是4420的光明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迎接我们1413的红州的亮灯涨停 而且这一天其实是很好买 先前我们是 慢慢的买 后面 这个整个上去 赶快一般会员 普通会员直接加码 8块1左右的位置 今天9点13 亮灯涨停 那这这两股票今天就没有做任何动作 他自己上去 那1457的移境 因为一开盘就强了 一开盘就强势 所以我们从这个借由这样子的角度 我们同样的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 第一个 大盘加权指数已经横盘了第七个交易日 都在10700点之上 做一个瑕福的量数震荡整理 整理到最后 多空最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决战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 时间点 最好的方式 第一个 不会是空手 为什么 因为你空手的投资朋友 到后面如果又 轻轻一拉再创高 你很可能又直接跳进去 然后就变成现在的追高 那可能有些投资朋友会想说 等他拉回再来买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 如果今天他真正的拉回了之后 你真的敢买吗 这其实就是一个 人性的问题 这个人家常常在讲 股票市场到最后你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赚钱 他其实是出在人性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赚钱 又 担心这个指数是不是位置 出现一个比较偏高的状况 你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买那种在很底部的一种股票 那种被市场忽略的黄金 这个反而是你能够既能够保持你的股票的这个盘感 又不会错失行情 而且也不会冒太大的风险 所以我昨天说 我们现阶段带会员朋友 操作 采取的是一种 安全的策略 所以安全的交易策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也许很多投资朋友 他真的很喜欢电子股 阿翔老师当然也喜欢电子股 因为毕竟我们过去做电子股 但会员朋友也赚了很多 像是6116的财经 从9块做到12块钱 2344的黄帽子链 从19块1做到24块钱 也赚了快三成 电子一样是喜欢 但是我们就资产配置 以及现阶段的整个资金轮动 类股轮动的状况来看 你分配一些到传产股 既有一个所谓的获利的机会 而且相对筹码来说 又比较安定一些 价位也不会这么的高 当然我们还是再一次的重申 这是一个所谓资产配置的一种概念 而不是说电子股全部都不能买 而是总体来说 筹码的安定程度 再加上它陆续都开始轮动 所以在这个传产股的部分 多加留意一下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向 当然最后也很开心 开心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布局的房子 今天开始发动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是被市场上忽略的黄金 那我今天就像这几天我在看一档股票 这几天我们在观察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阿翔老师评估下来 他非常有机会在第三季出现 转挥为盈 开始赚钱的这样子的状况 开始赚钱的这样子的状况 他目前股价是人人都买得起 很低的一个位置 长期将近 我那时候算 我刚刚算了一下吧 大概有二十几个月的底部 二十几个月的底部 然后今年其实他在最近已经开始 要赚钱的 而且他第三季 目前我们在估 第三季的获利 应该是有机会转亏为盈 好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接下来下个月季报 就陆续都要公布了 那你要等到季报公布 哇你看到他开始赚钱之后 你才要去追高 还是先低档 先买好 布局好 等后面人家来抬交 好 像这张股票呢 当然 一样他也是被市场忽略的黄金 就如同当初 不管是一四五七的一径也好 被 或者是一四一三的红周也好 他其实都是被市场忽略的黄金 所以 同样的 同样的概念 最新的股票 自然而然 我们既然现阶段 也承诺过Light的所有粉丝朋友们 现阶段我们的选股策略 操作折决 以最安全的交易方式 去寻找安全又有机会的个股 这是我们现阶段所要做的 那所以我们承诺给Light 重视这些朋友 很多他也不是会员朋友 但是有机会能够赚钱 而且又是安全的方式来赚钱的朋友 你也认同现阶段你应该去找 被市场忽略的黄金 这样子的概念 这样子大底部的这样子已经开始 这个营运已经开始有所转积的这些大底部的股票 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ght 阿翔老师的Light 小老鼠 小小的T2330 你只要透过Light 输入这个ID 你就可以加入阿翔老师的Light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一系列的这个产业报告 都是针对 这些被市场忽略的黄金 来发布在Light上面 包含我刚刚所说的 第三季有机会转灰为银的公司 长期的二十几个月的大底部 这样子的个股 希望提供给所有投资朋友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一波的行情之下 能够真正赚到钱 最后再一次 恭喜有加入阿翔老师Light的朋友 上个礼拜是 你就看到1413的红周 今天暂停 上个礼拜是 你就看到1457的 这个一进盘中 你就看到报告 你盘中就可以先买 又或者是整理了两天 你也可以买 那今天都创新高 甚至亮灯涨停 阿翔老师今天也非常的开心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所有制作 虽然都我们创新能 并非